这是一段纯洁的都市情感故事 也是一部饱含着血与泪的现实生活记载 以日记的写法 讲述了作者误入传销组织 面对疯狂的洗脑 从排斥到疑惑 从疑惑到沉迷 到最终醒悟逃离虎穴的全然经历 而陈小莲 也就是作者的邀约人 生活中本是个心地善良 才貌俱佳的女子 可是在传销的毒害之下 其美好的形象也逐渐成了记忆 在迷失后变得不可逆转 欢迎收听小说 那些年我们被传销的日子 作者谢祖庆 播讲臭豆腐 由酷听友生数字出版平台出品 7月26日 星期日 晴 整个故事都源于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时光回到2009年的夏天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 我在家无精打采地坐着农活 突然间手机铃响了 一个显示为保定的陌生号码呼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嘀咕了几句 便疑惑地按下了接通键 电话里居然传来了她的声音 喂 是谢祖庆吗 听到是小莲的声音 我马上便激动了起来 疲劳的眼圈顿时醒了八分 她名叫慎小莲 湖南易洋人 是我两年前认识的一个网友 在家做幼教工作 那个时候 我还是个不务正业的网虫 没事就喜欢上QQ家人闲聊 或许真的是天意使然 茫茫人海之中 我们通过网络相识了 而且很快便成为朋友 你一直保持到现在 她天生立志 才艺超群 总是给人以美好与遐想 电话里 小莲似乎故意放慢了语速 声音显得格外的柔美动听 呀 是小莲吧 你怎么用的保定的号 你不是在北京吗 我有点兴奋 说到这里 我顺便提一件事 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前 一天下午 小莲突然发信息给我 说自己正在去往北京的路上 火车刚好经过湖北 心里非常的激动 我问她为什么激动 她居然说是想起了我 因为我在湖北 所以她就激动上了 因为这事 我便暗中推测 或许从一开始 她就把我当成了知己 我尽情地追忆着 回顾着那些微妙的记忆 内心充满着喜悦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她为何突然又跑去保定了 小莲笑了笑 平静地解释道 保定吗 就在北京郊区呗 乍一听 我就感觉有点离谱了 当然 如果别人这么说 我肯定会以为是在胡说八道 可是这话 毕竟是出自小莲之口 无形的亲和力 让我放弃了分辨 心想 北京与保定就那么一点距离 说是郊区 也八九不离十吧 我不知如何回答 就一个劲地傻笑 小莲学我的样子笑了笑 用用甜美的声音问道 你现在还好吗 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 怪想念你的 听到这句话 我更是热血澎湃 心跳的节奏也快了起来 心想 哎呀 我不是在做梦吧 外面生活多精彩啊 像我这种长相平庸 又没啥出息的乡家汉 怎么会让他惦记呢 嘿嘿 不过嘛 感情这种事 有时候还真说不准 我美美地自恋了一番 回答道 还不是老样子 得过且过呗 今天摘了一大堆西红柿 我反正没事 就拿着抹布抹来抹去 等我干净了 明儿好送到集市上去卖 嘿嘿 这价格还算不做 一块多一斤呢 是吗 小莲又笑了笑 用试探的语气问道 你该毕业了吧 有什么打算呢 问到这个问题 我的心情 便暗了下来 叹息道 别说 我还真挺迷茫的 每天都在空虚中待着 一刻也没有改变过 我不知道明天又是什么样子 或许和前几天一样 就这样起来了闲着 郁闷了 就出门转着 天黑了打开电视机 浑浑噩噩地看着 这样可不行 我一直都很钦佩你的才华 你书不是写得挺好的吗 你想过没有 你得为了生活 到社会中去锻炼自己啊 面对小莲的殷切关怀 我既感动 又有些欲哭无泪 说道 前几天 我到劳动就业局跑了一趟 想找个工作去做做 后来发现 那些杂七杂八的工作 根本不适合我去做 没办法 我只好继续在家闲着 过一天 算一天 哎 人生落魄成这样子 也实在是不容易 我用自嘲的语气 抒发了一番 接着又反问道 你在北京 到底做些什么呀 玩啊 看长城 游故宫 逛公园 现在玩够了 想去做点生意 毕竟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遣了呢 听到这儿 我又回忆几件事 心说 对呀 半个月前 他不是已经告诉过我 说过小时候去过北京 有些怀念北京的生活 趁着放暑假的时间 想去那念念旧 没事到处转悠转悠 然后再找份像样的工作 怎么也算合情合理 那你 我本打算问个究竟 电话突然被挂断了 我轻叹一声 存上他的新号码 会心地笑了两声 急于去干着农活 大约五分钟之后 小莲又拨了过来 用一种抱怨的语气说道 喂 你想想怎么挂机呀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听到喜欢二字 我心里一紧张 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怎 怎么会呢 其实我一直都 说到一半 我又尴尬地转过话题 我的意思是 我以为你的手机没电了 嗯 是这样吗 你理我就好 你要是不理我 我可就伤心了呢 应该是新号不好吧 他嘟囔了几句 接着告诉我 我现在呢 打算在北京摆地摊 卖些纪念品 真的呀 北京卖纪念品 赚钱吗 当然赚钱 我朋友过去 就在北京摆页摊 卖些纪念品 一个月 能挣一万多块呢 现在人家有钱了 不想干了 满世界游玩去了 所以 所以 你想效仿人家 嗯 在幼儿园教书 一个月就一千多块 我两天就花没了 现在 北京的流动人口正旺 到北京摆页摊 卖点金年品什么的 可是条财路呀 北京的顾客 很广泛的 除了普通的购买者 偶尔还能见到外国人 还有那些闲着没事做的老板 他们挥金如土 也不在乎那区区几十上百元 我们趁着这个机会 可以大赚一把 是吗 可是 即使你卖得很好 倘若你在北京没有后台 还坐得下去吗 哼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这个呢 我早就想过了 我在北京 有很多朋友 为了顺利地坐下去 我可是请警察大哥吃过饭的 还找了相当好的摊位 那里流动人口多 夜景也不错 我觉得 是个十分难得的场子 哇 你太有商业头脑了 如果我稍微 有点商业头脑的话 就跟着你混得了 我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真的吗 真的 我随口答应 小林见我激动不已 声音突然变得挑逗起来 不过 再赚钱的机会 再靓丽的风景 如果让我一个人去做 恐怕也干不下去的 我需要有个朋友陪着 陪我说说话 陪我聊聊天 忙碌的时候呢 帮着卖点东西 那样 我才觉得开心 那么 你相助谁了 说完这话 我似乎有所预感 果然 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小林 说出了她的想法 在我所有认识的朋友当中呢 只有你 最老实忠厚 也只有你 最能替朋友排油解难 最懂得如何去敛财 而且最具备成功的潜质 不然 我也不会打电话 和你聊这么多 小林这么一说 我倒是沉默了 心里面 七上八下的 既白感欣慰 又万分为难 在理智的作用下 我还是委婉地推辞到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口才很差的 如果去经商 恐怕只能给你添麻烦 我也很想去呀 可是我 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帅哥 你自信点好不好啊 又不是叫你去 推销什么产品 我只想找个创业伙伴 陪着我度过 那段快乐而美好的时光 我是觉得 你人不错 所以才想叫上你 难道 你就这么忍心 让我在异乡的夜色中 孤零零地度过吗 是的 我随便就能请个人过来 而且 那个人肯定对我百依百顺 可是 他们很多 都别有用心 叫我 如何信得过呢 而且我跟你说呀 我可不喜欢受别人尖叫 好多富家子弟 都愿意给我买房买车 还说要带我 去到处旅游 可我从来都没动过心 因为 那些财富 不属于我 与其拿着数百万去挥霍 不如找个贴心的伙伴 凭着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那样得来的钱 才用得踏实 花得痛快吗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干的 赚的钱 咱俩平分 如果你觉得少了 或者觉得多了 我们也可以 另外分成吗 如果你不要钱 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这样还不行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 只好努力地听着 不时发出几声叹息 小莲接着又说 你现在不正闲着 没事做吗 你空有才华 而不去发挥 不觉得可惜吗 这样下去 对得起你自己吗 我继续保持着沉默 小莲见我一言不发 更直接聊当地说 你到底来是不来啊 如果来的话 我马上打电话订货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就等着到货了 房子也给租好了 你来了以后 咱们就正式开张 行不 我 还犹豫什么呀 我又不能把你给吃了 跟着我干 绝对没错的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再说了 我只是想找你陪陪我 咱俩说说话 聊聊天 看看夜景 会过得很快乐的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委婉地对小莲说 我不是不想去 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 我还没有做到心理准备 你可以再给我点时间 让我考虑考虑吗 我还得征求父母的意见 毕竟我还没出过远门呢 好的 我给你时间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突如其来的邀请 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我对他 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 我不停地思考着 心想 如果自己就这么去了 到底会不会给他添麻烦 我从小就有社交恐惧心理 一直以来都不习惯 在人多的场合 我也知道 离家出行是迟早的事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 我该如何去适应全新的环境呢 何况对方还是一个气质 优雅的女子 我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继续坐着当天的农活 心 却飞向了遥远的北方 夜幕降临 父母从田间回来 我向父母反映情况之后 母亲便笑着对我说 看样子啊 那姑娘确实是想你去 你就去吧 母亲之所以如此相信小莲 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这还得从一个多月前说起 那时小莲还在一阳教书 说很想来我们家乡旅游观光 体验民族风情 为此我还做了一番准备 不知为什么 她一直都没能拿出决定 而是突然去了北京 另外 我曾经在网上和她视频聊天的时候 父母都时不时地跑来参观 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 也就是这些琐碎之事 父母便觉得 小莲应该不会忽悠我的 大约七点钟的时候 就在我去浴室洗澡的刹那 手机又嘎人响起 老爸匆匆地把手机递给了我 电话依旧是小莲打来的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 再一次接通了电话 电话里 小莲用甜甜的声音问道 决定好了吗 我 我可不可以再等段时间过去啊 家里都支持我出去 他们非常的相信你 可是我还想调解一下 毕竟现在不太适应 我还没出过远门呢 我婉转地回答 别这么犹豫好不好 反正你待在家里也是闲着不是吗 而且北京现在正是旅游黄金期 纪念品可是最畅销的 如果你再持个十天半个月 恐怕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那时候我也得回湖南老家了 学生还等着我带课呢 只有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一起努力 做得成功的话 我就可以不再回家了 从此我们便有了自己的生活 难道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他的语速快了起来 我都招架不住了 嗯 这个 我真不敢下死决定 因为我实在没出过远门 我依旧拿不定主意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这点胆量都没有啊 到底来不来 不来的话 我找其他人 反正我朋友多的是 他的态度突然硬起来 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用手敲打着自己的额头 甚至有点后悔当下的犹豫 却依旧没完没了的犹豫着 我真的很难做出决定 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来不来 如果回答来 我马上就打电话订货 如果回答不来 我明天就另外找伙伴 一个字来 两个字不来 你到底来不来 这一下 再也感受不到那份温柔了 似乎有点言行逼供了 在他的逼迫下 我终于乱了方寸 摆动了那颗 没头绪的脑袋 无可奈何地回答道 好吧 就依你的 我去 还不行吗 这个时候 他声音又温柔了起来 对嘛 你明天赶过来好吗 我在站口接你 停吧 我瞬间瞳孔放大 为难地说道 有这么急吗 我衣服都没穿呢 而且还要交学费 拿毕业证的 如果就这么破破烂烂地走掉 我这张脸丢了不要紧 你也会觉得没面子的 再给我点时间 让我准备准备 好吗 嗯 那你明天买车票 后天过来 应该没问题吧 我听吧 心头又震了一下 但也实在不敢跟他再理论了 只好应了他的请求 好吧 我跟家人商量一下 应该没问题的 我刚刚把话说完 电话就被他挂断了 打完电话 我的心情变得异常地复杂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人家 答应了人家的事情 是绝对不可以反悔的 所以我只能乖乖地做准备了 接着 我开始跟家人商量 说是跟家人商量 其实商量不商量都无关紧要 因为家人也巴不得我出去闯闯 于是我就直接跟家人说 明天我得做好出发的准备 争取把毕业证拿到手 后天大车赶去北京 家人听后都一脸的惊讶 母亲嘴里的茶水都差点喷了出来 不过家人还是很欣慰地笑了笑 答应了我的请求 其实我知道 家人是不会反对的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 潮湿的空气滋润着前方的视线 我买好直达北京的车票 北行的计划也算成了定局 我随便买了几件衣服 本打算把学费补齐 拿了毕业证在出发的 却不料学校早早放假 九月份才有领导主持办理 不过这些似乎与北行无关 百业摊做生意 绝不会因为文准不够而被取消从业资格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 天气放晴了 我在母亲的陪同下赶到了长途汽车站 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北行之旅 在这前前后后 小莲都不停地徐寒问暖 叫我把手机电量充足 买好零食 管好行李 养好精神 不要充过多的话费 可谓面面俱到 令我无比欣慰 在小莲温馨的关怀下 汽车平稳地离开了 我躺在舒适的卧铺上 欣赏着沿途的美景 回味着小莲密一般的话语 心里就像盛开的花儿 还真是有些如痴如醉 恩师地处多山地带 由乌山山脉 武陵山脉和齐悦山脉 三大山脉交错而成 到处都是深山幽谷 连绵起伏的山脉横幻四方 可谓重鸾叠杖 我静静地望着窗外 心想自己需要离开 这雄壮而静谧的山区 即将为这梦想而行动了 不免有些激动 大山似乎也在告诉我 那个由梦想绘制的蓝图 就在前方不远处 即便如此 我心中还是难免有些疑惑 于是我发短信问小莲 可我始终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我陪着你呢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甚至都不太了解彼此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在现实中遇到我 估计会大失所望的 小莲回复道 我不管那么多 无论网络与现实的差距有多大 但内在的真诚是不会变的 你即使家境扁贫 却有着自己创造的潜能 这是我欣赏的 我知道你用心良苦 是你给了我勇气 你的诚意让我无比欣慰 我既然已经出了门 也是下定了决心 你能告诉我具体应该如何去做 想知道吗 那我问你啊 你有什么梦想没有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 只是想找到人生的支点 能够快快乐乐地活着 现在我总算踏上了寻找梦想的旅程 我真的好幸运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有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除此之外 你想过富裕的生活吗 当然了 如果有很多钱 我可以省去许多现实的困扰 但金钱对我没有太大的诱惑力 我一直在渴望 渴望在这尘埃之中 找到生活的乐趣 故乡是摇篮 但也是精神的繁荣 我得出门闯荡 倘若有一天 我们都变得非常富有 你还会陪在我身边吗 你难道还不明白 其实我最需要的 并不是多么的富有 而是那份简单的快乐 如果相处就意味着快乐 我还会放下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 去追求金钱所带来的虚幻品吗 我使劲地编辑着短信 眼泪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流泪 总觉得有股温和的气流 在我的身体里面回荡 挑战着我的神经 撞击着我的心灵 刺激着我的泪线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 我扭转了一下躯体 让感动渗透全身 享受着那份美妙 我问你啊 你到底有没有失业金 小林又发来信息 人都有追求 有追求就必定有失业心 你觉得我会是那种坐享其成的人吗 再说 如果没有物质做保障 就算有着超人的信念 也快乐不到哪儿去的 我不需要你太多的优点 有失业心就足够了 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我便停止了编写 透过文字我发现 他之所以邀请我 不单是因为他对我的信任 似乎还有着更深的原因 又或许是他真的太累了 想找个依靠吧 我默默地立下誓言 无论他叫我去做什么 短暂地相处 或是长远地守候 我都会一心一意地 守护在他的身边 我坚信 这一次出门 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改变 我想着想着 居然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没过一会儿 手机又直接地震动起来 我茫然苏醒 才发现枕头上泪水 浸湿了一大片 面对自己离奇的生理反应 我傻笑了两声 然后便打开手机信箱 读着小连发来的短信 坐车累吗 现在到哪儿了 旅途还顺利吧 我含着笑意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编辑了一段 很是抒情的文字 回复道 嗯 现在到夜三观了 这里的路好窄 坡好陡 坑好深 半路堵着车 这里山势险峻 长桥贯通 古牙之间 日将落 云霞渐起 散发着淡泊的光辉 我的心也满载着幸福和期待 仿佛看到你在招手 在微笑 短信发送之后 我美美地幻想了一阵 然后便打开手机相机 拍摄着外面的美景 其显而秀丽的自然轮廓 深深地落在了手机屏幕上面 相片看上去很模糊 很幽暗 营造出来的却是感人肺腑的视线 挺有时意的 看上去意境不错 可为什么又堵车呢 不知道 可能前面除了交通事故 很多车都被堵住了 其实也没事 我可不能一下子就见到你了 那样会让我不知所措的 我还得好好调节调节呢 交通疏散之后 汽车又颠簸了起来 并在高大的山间盘旋着前进 天渐渐黑去 晚上八点左右 汽车停止了前进 外面是个服务站 在汽车司机的吆喝下 乘客全都被叫下车吃饭 晚饭过后 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又继续赶路 渐渐的 汽车离开了家乡的大山 经过宜昌某隧道口时 小莲忽然又发来信息 你等下跟司机讲讲 说到定州高速路口停车 我在那儿接你 还有啊 你把司机的手机号发给我 倘若你手机停机 我就打电话找司机 定州 是保定的定州吗 这地方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我有些纳闷 不是保定的定州 定州是个市 叫定州市 离保定没多远 你跟司机说说 到定州停车就行了 顺便问一下 你怎么突然叫我到定州停车 你在那边做什么呀 表哥在那儿打工 我跑去玩玩 按理说 我应该问个究竟的 但因为对小莲的信任 我也就不愿想太多了 只是淡淡地回答道 原来是这样呀 没事 我现在到达湖北宜昌了 看样子 这路还是不太平坦 颠簸得厉害 中途上厕所的时候 我记下了车门上的随车号码 发到了小莲的手机 相互间到了声晚安之后 我便休息去了 汽车又启动了 我坐在那颠簸的汽车内 眼前一片漆黑 所有人都睡去了 唯独我兴奋地难以入睡 我摸了摸 长满痘痘的脸 苦笑着自语道 我现在这个丑样子 连镜子都不敢照的 又如何去面对美丽的姑娘呢 不过嘛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人家应该也不会太在意的 想来想去 我真觉得自己是碰到了复兴 时来运转了 夜深了 我依旧辗转难眠 心里面满是她的影子 后来我干脆就睁开眼睛 痴痴地望着黑乎乎的窗外 慢慢地 我开始晕车了 胸口的烦闷压抑着快要虚脱的身体 在痛苦与喜悦的交织下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逐渐地合上双眼 夜很静 车依旧在颠簸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 天亮了 我警觉地睁开眼睛 看到了从未见过的视线 淡薄的雾气 宽敞的平原 朦胧的地平线 太阳从苍茫的远方升起 黎明的阳光穿透沉睡的世界 静静地洒向大地 雾气散去之后 潜露出广袤的视野 我迫不及待地发短信给小莲 早是好 天都亮了 该起来了吧 是啊 天都亮了 昨晚睡得怎么样 太激动了 有点睡不着 告诉你啊 我活到这么大 才知道平原是这个样子 远远看上去 竟是这么辽阔 这么敞亮 这么平坦 呵呵 彼此彼此啊 我也是山区的 很久都没出过远门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更努力 争取在明年春天 开着小车回去 顺便问问 你现在到哪里了 好像是河南郑州 我问过司机 大概十一点钟 经过石家庄 然后到达丁州 对了 我可是报名而来的 现在都被折磨得 快毁容了 你不会被吓得跑掉吧 不会的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都会欣然接待你的 因为彼此存在着信任 所以其他都不再重要了 由于是第一次出眼门 所以家里面也比较担心 不一会儿 母亲打电话过来问道 清清呀 坐车的感觉还好吧 现在到哪里了 嗯 还好 就是有点晕车 不过没吐出来 现在已经到郑州了 小莲告诉我 叫我在河北的定州 高速入口下车 所以我暂时不去北京了 母亲一听 语气顿时变了 什么 定州 去定州干什么 他是不是在骗你啊 我说呀 千万别进传销 河北那边传销闹得很厉害 不会的 我相信小莲的人品 他不会害我的 绝对不会 说不清 还是慎重为好 别跟陌生人说话 如果觉得不对劲啊 就赶紧逃跑 要看看传销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事或者坏事 总会有收获的 汽车快速的行驶着 转眼就来到了黄河边上 因为路道的遮挡 车上看不到黄河 车上看不到黄河 却能透过那深刻的古案 想象出黄河 磅礴的样子 小莲又发短信问候 我并没有着急回复 而是美美的自语了一番 呀 这也太关心我了吧 这段时间 到底是不是走了桃花运 竟然也能如此 备受靓女关照 莫非是我真的长魅力了 拿起隐形眼镜盒 对着上面的平面镜照了照 眉头瞬间又皱了起来 因为最近老在患病 失眠上火 食欲不佳 外加高度近视 以及本来就性感的嘴唇 这模样还真有点像 东城喜酒里面的欧阳峰 怎一个帅子了得 我无心再照下去 迅速的收到眼镜盒 回复着小莲的短信 到鸡鱼界了 刚刚穿过黄河 已经驶往河北境内 很快就能见到你了 说真的 我很想见到你 却又害怕见到你 我无法想象见到你时的场景 如果我反应迟钝 或者走路打斗之类的话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因为我很久没有睡过好觉了 这倒没问题 条件虽然差了些 睡觉还是可以应付的 无所调的 无所谓了 很简单 给我把椅子 我坐着就能睡 给我块地板 我躺着也能睡 如果什么都不给 我靠在墙上 还能做梦呢 只要心情好 睡觉也行 这个你放心 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你来了 我请你吃饭 然后你就睡觉 OK 坐车也挺累的 你好好休息休息 快到的时候 我们再联系吧 汽车继续在高速路上飞奔 我的心也像汽车那样 充满着火力 汽车穿过邯郸 跨越沙河 行台 历经临城 闪过鸾城 直向石家庄逼紧 我的心快速地跳跃着 身子不停地打着摆 汗水冒个没完 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心说 前方的他会来接我吗 如果他不来接我 我该怎么办 如果他来接我 我又怎么办 我是在做梦呢 如果是梦 我到底刚刚从梦中醒来 还是恰好进入了梦乡 到底是真是假 是他诚心的邀请 还是我一厢情愿呢 我为什么又在行车途中呢 稀奇古怪的问题 都乱成了一锅粥 可我没想到的是 汽车并没有在石家庄停靠 而是直接朝着前方飞奔 我着急地对着司机说 我要在定州下车 请问定州到了吗 还没呢 你先坐会儿吧 等下我叫你下车 行李都准备好了吗 嗯 包拿好了 鞋也穿好了 就等着取皮箱下车了 等下在新乐停车 你下去取皮箱 新乐的下一站 就是定州了 旁边休息着另外一位司机 突然问我 先前有个女的打电话过来 说有位乘客要在定州停车 那乘客是你吧 我知道 是小连打来的 所以就点了点头 司机停顿便客 很严肃地对我讲 这块地方 搞传销的特别多 你千万别被骗几去了 有些警察的素质也很差 为了钱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要是真的进了传销 你最好自己想办法逃掉 别指望警察帮忙 那位开车的司机又说 是的 哪怕是管收锅炉费的交警 也是见到油水飞捞不可的 为了不被交警找茬子 你拿好行李之后 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赶快下车 如果停靠的时间超过十秒钟 交警很有可能就追上来了 一罚款就是两千块啊 我们都被罚了好几次了 你给那女的打个电话 问下有交警没 我拨通小连的电话 确认没有交警守着 两位司机才输了一口气 车在心乐停了一下 我拿上自己的皮箱之后 又立马登上汽车 下一站就是定抽了 为了不坐过头 我不停地提醒着司机 一分 两分 十分 时间慢慢地逼近 我屏住呼吸 强迫自己震惊下来 外面的天气很晴朗 我的心里却激起了千层浪 期待中的面孔就要出现了 叫我如何不紧张 我紧紧地握着行李 准备在五秒之内 飞出车门 十八分 十九分 二十分 汽车还在行驶途中 我不愿其烦地询问司机 司机每次都重复着那句话 快到了 就快到了 没过多久 汽车便缓慢地停了下来 减速的过程中 司机对我嘱咐再三 小伙子 真重点啊 中途下车的我见多了 十有八九都被骗去传销的 你没尝试过不知道厉害 千万要真重啊 希望下次坐这趟车的时候 你能够直达北京 车终于停了 我没来得及分析司机的话 便匆匆奔出车门 总共只用三秒钟 高速路口旁 我转头搜寻 就在不远处 我看到有两个身影 他们也都静静地看着我 并朝我走来 我知道 其中的那一个 就是我即将追随的姑娘 而另外那个呢 我心想 应该是她的朋友啊 我没有仔细琢磨 欣喜窘迫 占据了所有 我拖着行李 缓缓地朝着他们走近 越来越近 直到清晰的面孔 映入眼眸 小连见到我之后 很热情地帮我拉起了皮箱 我无意中碰到了她的目光 嘴人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网络里 我总觉得她像个小姑娘 而现实生活中 她居然会表现得如此成熟 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然后 就是身材 我一直觉得她很高挑 现在 终于可以舒口气了 原来 她穿上高跟鞋了 也才和我差不多高 而另外那个姑娘呢 长得倒比我高 不过细细地看上去 似乎有些营养不良 从她鼻梁上的那副眼镜来看 似乎还是个知识分子 小连边走边介绍 这位帅哥呀 名叫谢祖庆 是我的网上好友 这位美女姐姐 名叫叶秀荣 是我的同事 我们都叫她秀荣姐 小连刚说完 叶秀荣便伸出手来 热情地和我握手 大家边走边聊 除了我自己有些窘迫之外 倒也没看出什么异样 走着走着 小连转过头对我说 你给家里报个平安 叫他们不要担心 我掏出手机 打起了平安电话 告诉家人说 我到定州来了 一切都很顺利 接我的是两个人 除了小连之外 另外还有个女的 是她的同事 看上去人都挺好的 清清呀 我告诉你 外面的世界乱得很 特别是河北这块地方 搞传销的特别多 小连我信得过 但别人就不一定了 你们两个都刚刚出门 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别进了传销 我一边答应着母亲 一边躲闪着小连和叶秀荣的目光 小连见我情绪有些不安 便凑过来 第一声提醒道 别想太多了 这样你父母会更担心的 我想挂断电话 母亲却依旧嘱咐个不停 如果发现那边情况不对 赶紧报警 或者趁机逃跑 顺便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会马上打钱到你卡上 你随便买张车票离开 不是我多心 现在传销真的很厉害 家里都比较担心你 你得随时保持清醒 母亲啰嗦了好几分钟 终于才挂断电话 接着 小连用一种抱怨的倚去说 以后你给家里打电话 大致讲一下就行了 不要讲的太多 那样反而会让家里担心的 叶秀荣却笑道 很正常吧 儿子出门 父母肯定会担心的 父母也是为了你好 所以才会说这么多 以后呢 你可一定要好好抱大父母 做个孝顺的儿子 我听后默然不语 在小连和叶秀荣的陪伴下 我们穿过定州收费站 来到了城区的马路上 在我们到达转盘的时候 小连突然拉起我的手 我开始有点吃惊 随后我才弄明白 他是怕我被车撞到 不过呢 这短暂的接触 倒让我有那么些陶醉 我无法描述这种感觉 这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相当新奇了 大概是自己太过孤僻的缘故 到如今也没有跟任何异性 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现在才突然发现 这种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 出来乍到 小连竟能如此 叫我如何不为之激动呢 怎么说 这也算一种突破吧 小连拦住了一辆低适 先让叶秀荣上车 把我的行李塞了进去 然后又将我推进车里 自己坐到了司机台 汽车启动了 我一边应着叶秀荣的询问 一边窘迫地看着窗外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虽然自己表现得满不在乎 内心也的确有些害怕 祈祷着不要出现意外 另外 在我的意识里 北京周边的城市 应该是漂亮的 而事实上 我发现根本都不是那么一回事 定州虽然离北京不远 却破外的不像样子 那里的楼房 瞅得要死 杂乱的单车到处穿梭 路边上尘土飞扬 垃圾点缀着大街小巷 那里也有长而知的交通 却看不到像样的人行道 人们像过水沟那样 从车辆中间侥幸通过 特别是那里的公交车 居然比咱们家乡的面包车还破旧 拖拉机也赶往集市 喷不出木枝般的烟雾 哎 定州的落后 怎能几句话了得 最让我不解的是 像小莲这样有点洁癖的女孩 为何突然会跑到这儿来 当然 对于我来说 环境怎么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在一起 何况 她也没跟我说 只是在这儿短暂的停留 顶多也就是住上几天罢了 不过 她的背影和表情似乎又告诉我 这里面还隐藏着魏姐的秘密 她有心事吗 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迪士拐过几个弯 在一个花坛旁停下 我本打算去付车费的 却不料 小莲早有准备 迅速把钱递到了司机手里 我下车后 便拖着皮箱 跟着他俩往前走去 在夜秀容的带领下 我们绕过脏兮兮的小水潭 拐进了一个破败的小巷口 沿着巷口往里去 我还真有点心虚 不过 看到小莲那从容不迫的样子 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 我们去哪啊 我问小莲 当然是秀容姐的宿舍了 听吧 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推理道 夜秀容不是女的吗 既然是这样 里面就有可能住的都是女的 我一个男士去哪儿 方便吗 没等我思考清楚 小莲便提走我的皮箱 拉着往上攀爬 没办法 我只好窘迫地跟在他后面 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这种楼并不算高 有且今有四层 等我们到达顶层的时候 小莲便用搞笑的动作敲门 并舒缓着语气说 我是莲莲 请开门 荒腾 门被打开了 没等我弄青来龙去脉 夜秀容就大声嚷道 嘿 来了位帅哥 开门的是位大叔 大叔接过我的背包 很友好的把我请了进去 我紧张地扫视着大厅 发现也就只有大叔一个人 我本想就这么走进去的 见大家都把鞋脱掉了 我便跟着脱鞋 赤着脚走了进去 小莲呢 只见他拉着我的皮箱 慢慢地走进了卧室 说的这卧室 我还纳闷着 见不到床 当心情平静下来 我的疑惑又开始了 咦 不是说这是夜秀容的宿舍吗 怎么大叔也在这儿 难道这位大叔是夜秀容的老爹 突然间 厨房内也走来一位男士 此人戴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有些腼腆 他淡淡地笑了几下 便离开了 我心里猜测 莫非他就是小莲的表哥 没等我弄明白 卧室里也飘出个人影 居然是个漂亮的女士 那位大叔很友好地跟我握手 还自我介绍道 我姓来 名叫来圣夫 大家都叫我来叔 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我 我叫谢祖庆 老家是哪儿的 湖北恩师 老乡嘛 我也是湖北的 我是湖北京门的 我仔细地揣摩了一阵子 微微发现 这位大叔虽然相貌普通 却并不缺乏气质 结实地体魄 铿锵有力的声音 让人觉得非常的实在 怎么看也不像是坏人 坐车挺累的吧 大叔问道 嗯 是的 不过也非常的开心 是小莲给你说过什么吧 我不知如何回答 羞涩地低下了头 小莲走过来 把我拉到大厅的另一角 很温柔地对我说 你知道吗 来叔可是个成功人士 别看他衣衫朴素 做生意却厉害着呢 不是我哄你 他就算是打打杂 一个月也能挣到七八千 你可不要小瞧人家哦 我点了点头 接着又问道 那么那几位呢 他们呀 他们也在这里工作 顺便还可以跟来叔学点东西 来叔人品 真的很好 对每个人都非常关照 虽然小莲说得很好 气氛看上去也很和谐 我的心里却始终有些不安 当我看到那琳琅满目的拖鞋 还有排的长长的毛巾 以及摆满窗台的杯子和牙刷 晾在大厅里密密麻麻的衣服 心中的疑惑也不言而喻 难道这里是住着很多人 那他们又睡在哪呢 在小莲的引导下 我来到了所谓的卧室 卧室的角落里堆满了箱子 袋子与皮包 让我觉得比较有创意的是 卧室的正中间 还十分环保地垫着软软的泡沫板 小莲离开之后 我便好奇地踏上泡沫板 在上面踩着玩 以此来放松心情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先前那位女士突然出现 站在卧室门口嚷道 嘿 帅哥 上面玩不得 这可是女生睡觉的地方 听他这么一说 我本来都很有创意的嘴 变得更加夸张了 笨道 不会吧 我还以为是地板呢 这一大热天的 你们就睡在这上面 这可不叫地板啊 叫踏踏米 那美女简单地解释了一句 便笑呵呵地走开了 不一会儿 小莲又走了进来 打开我的皮箱 说是要帮我把行李拿出来 我见状便飞快地跑上前去 慌张地叫道 别 我自己来 自己来拿 可是小莲没有在意我的不安 什么脸怕肥皂 牙膏牙刷 杯子衣物 全都给我翻了出来 甚至连内裤都给我翻了出来 边翻还边夸奖道 真是细心啊 什么都给带来了 我就喜欢这样的男士 说得我满脸通红 小谢 我们出去吃点东西 好不好啊 叶秀蓉 在门口叫嚷 小莲也很关切地问道 你坐了这么久的车 应该饿了吧 我摸了摸肚皮 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饿倒是有点饿 不过我胃口不是很好 就是想好好地睡上一大觉 还是先去吃点东西吧 你都坐了这么久的车了 挺辛苦的 等把肚子填饱了 再回来好好睡上一大觉 好不 嗯 嗯 我使劲点头 外面已经是烈日当头 灼热的阳光晒得我头皮发麻 我曾经在视频里见到的小莲 那可真是雪敷花帽 嫩弱凝脂 现在看来 居然有了点巧克力味了 怪不得我老觉得它比视频里的成熟 看来还是受气候的影响呀 在叶秀蓉的带领下 我们穿越单车横行的街道 来到了一个小饭店 饭店里的顾客并不多 老板也漫不经心地照看着生意 小莲帮我点了一碗米线 还端来了一笼小肉包 我们一边吃 一边聊着天 小谢 这可是正宗的米线 好吃不好吃 好吃 不过有点辣 但味道还算不错 吃得饱吗 要不再来一碗 够了够了 让肚子休息休息 顺便再吃几个包子吧 嗯 这个我就吃一个 我心想 既然是小莲点的 就算自己胃口不好 怎么也得享受一下 至于这味道嘛 也就一般般吧 看你辣成这样 我去买几瓶水 小莲边说 又买了几瓶矿泉水 给我递上一瓶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回到宿舍 我决定进南寝室 睡上一会儿 小莲突然叫着我说 嘿 你手机能上网吗 以前可以上网的 现在好像不行了 让我再试试吧 我打开手机浏览器 试了好几次 都提示不好失败 那你就借我玩玩游戏吧 小莲又说 没什么游戏 就是推箱子和连连看 一点都不好玩 不过 小莲还是从我手中拿走手机 随便按了几下 然后调皮的语气说道 有几张照片还挺好看的呢 让我欣赏欣赏 里面的照片 基本上都是我在行车图中拍的 不是我自吹 家乡随便几座像样的山 在外人眼里可都是风景区了 我把手机给小莲折腾着 自己晃晃悠悠的进卧室睡觉去了 可是呀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又如何能睡得踏实呢 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 晒得榻榻米滚烫滚烫的 我的身体紧紧的贴在上面 汗水几乎都要流干了 我翻来覆去 不知躺在哪儿好 因为自己太过疲倦 我还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并做起了神奇的梦 我也不知道具体做的什么梦 似乎就暴露在金黄的沙漠里 滚滚热气笼罩着全身 我找不到路 也寻不着水源 口渴的难受 忽然间 一只黑影从头顶闪过 接着 熟悉的吱吱声传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从榻榻米上惊醒 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一下子摸到了自己的手机 原来声音是手机发出来的 小莲又把手机归还给了我 我打开信箱一看 居然是小莲发来的短信 你在这儿睡得还习惯吗 为了体现自己的风度 我很逞能地回答道 这算什么呀 我在家的时候还打算买个吊网 拴在两棵大树之间 在深山沟里度过呢 信息发出去之后 我又兴奋了一阵 同时还有些纳闷着 奇怪 小莲怎么这时候把手机送过来 还故意发了条短信 把我给吵醒呢 难道她见卧室太热 想我换个地方睡吗 她为什么不直接把我叫到大厅呢 更要命的是 她居然进入了猜谜对对碰游戏 连续点了七次 足足扣了我十四元 并把那些谜语转发到她的手机 接下来 我只能等着自己的手机爆停了 反正自己已经安全到达 心想小莲也是一时贪玩 我也就没放在心上了 不过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还是拉开了房门 伸头往麦桥 我发现 莱叔正坐在大厅里面看书 而小莲呢 居然也还在睡觉 而且是硬邦邦的地板 在地板上 大厅里的电扇呼呼地转着 看上去要比卧室里凉快得多 看到眼前的情景 我又琢磨了起来 咦 小莲不是跟我说自己对住房很讲究的 为何 为何也毫不介意地在地板上呼呼大睡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把它改造成这个样子呢 莱叔发现了我 突然抬起头问道 小谢 你在看什么呢 没 没什么 我假装 我假装伸了个懒腰回到卧室继续睡觉 事实上 我有点后悔到卧室里睡觉 因为大厅里要凉快许多 而且小莲刚好也在大厅 如果一起躺在地板上 那种感觉应该无比美好 不过 为了显示自己随遇而安的风度 我干脆就关上房门 硬是让眼睛眯了好几个小时 不一会儿 大厅里热闹了起来 接着卧室的门被打开 好多陌生的面孔出现了 莱叔见我醒了 便在外面对我挥着手 并大声地喊道 小谢 睡好了吗 过来打会儿牌 会打声级吗 我摇头 表示不会玩这玩意儿 那么就逗逗地主吧 好吧 我边说边走出了卧室 洗牌的是位兄弟 他边洗边问道 这位帅哥 你哪里人呀 我正准备说 莱叔帮我回答道 他叫小谢 是湖北恩师的 哎呀 老乡呀 我是湖北武汉的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于明强 你直呼于强就行了 我磨记了一下 就跟着他们玩起了牌 此时大厅里 已经聚集了十多人 一一向我做起了介绍 我惊奇地发现 这些人要么是湖北的 要么就是湖南的 居然没见到别的省份的 实在是有些蹊跷 打牌 继续打牌 于强吆喝的 我不太自在地打着牌 边打牌 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形 叶秀荣坐在于强旁边 两人似乎还有点暧昧 小莲在地上伸了个懒腰 也笑嘻嘻地来到我身边 看着我打牌 气氛看上去很融洽 很和谐 也很温馨 没过一会儿 一位跨着皮包 打着领带的高个子男子出现 小莲介绍道 他就是我的表哥 在这里工作 我们都叫他高哥哥 那男的放下皮包 很友好的项目握手 我叫王林宗 湖南一样人 是小莲的表哥 很高兴认识你 对了 你就是小谢吧 是的 我是小莲的朋友 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跟王林宗沟通了几句 便好奇地问来叔 咦 怎么除了湖南 就是湖北的 这里没有别的省份的吗 都是南方人嘛 大家相礼相亲的 在一起多开心啊 你说是不 我点头称是 然后在来叔的催促下 继续摸着牌 小莲也非常的热情 居然手把手地教我出牌 屋子里很热闹 大家说说笑笑 不亦乐乎 在这样的气氛下 我的心里难免有些起伏 我用余光 我用余光扫视周围 发现大家都非常的随和 看不到任何消极的情绪 当然 也正是这种超乎寻常的和谐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里面 这里面 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呢 太阳 渐渐息去 估计所有人都回到了宿舍 少说 也有十来个人 我起先见到那位 名叫方轩的小姑娘 居然端来个大脸盆 用龙山枪叫道 帅哥亮女们 开饭咯 龙山 是湘西北边的一个县级市 虽然地处湖南 却以恩师州临水相望 二者的语言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所以 我听起来毫不费劲 真有种在家的感觉 由于人多手快 饭菜碗筷 很快就被送了上来 大家摆好凳子 没做成一团 提到这凳子 估计也是南方少见的 这些凳子 蛮有创意 几根木块相互交错 用螺丝钉给猫住 然后用皮筋这么一绕 也就摇身 变成了凳子 这种凳子 除了起支撑作用之外 还能折叠成块 节约了不少的摆放空间 坐起来 也不那么磨屁股 坐坐坐 大家坐好了 准备吃饭 王林宗说 小莲跑去厨房 倒了三杯开水 先生给他表哥一杯 然后给叶秀蓉一杯 最后给我递上一杯 送完了水 他开始给大家盛饭 动作非常的娴熟 表情也十分谦逊 我很惊讶 心想 小莲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他不是老说 自己懒惰呀 洁癖之类的 为何也能围坐在地板上 毫不讲究的跟大伙进餐 还热情的倒水盛饭 大家都端起了饭碗 却没有谁去伸手夹菜 非常的手礼节 小莲弯下腰去 拿起勺子给我添上菜 接着又恭恭敬敬的给叶秀蓉和他表哥添上菜 之后 其他人才冻筷子夹菜 气氛一时间活跃了起来 我给大家出道迷雨 你们可要用心猜哦 小莲提出了建议 然后说道 巧克力和西红柿打架 巧克力赢了 打一种食物 你们谁知道的 我知道 可以这么糊 不对 番茄酱呢 还是不对 庆庆 你猜到没 小莲问 嗯 糊涂豆瓣 我回答 不对不对 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 你们继续猜 反正不是巧克力 也不是西红柿 叶秀蓉说 小莲做这个鬼脸叫道 其实就是 巧克力棒 晕死 这么优质的答案 小莲乐呵呵的笑了笑 然后掏出自己的手机 看了看里面的短信 继续提问 老师抽查贝克文 狗狗和猫猫同时举手 老师会先叫谁呢 狗狗 猫猫 为什么是狗狗或者猫猫呢 理由 谁爱呗就叫谁呗 答案已经很接近了 这样吧 你们学狗叫 然后又学猫叫 看看谁叫的像 于是 很多人都叫了起来 叫得整个大厅都快成动物园了 我不好意思叫 就低着头 只顾着吃饭 等大家都叫够了 小莲便指着于墙说 对嘛 就是这么叫的 旺旺先背 耍意思 有种食物 叫旺旺先背吗 这个估计有点难度 我出个简单点的 小莲又打开手机信箱 翻了翻短信 继续问道 狐狐狸为什么会摔跤 不对呀 狐狸动作敏捷 很少摔跤的 大哥 你懂不懂脑筋举转弯啊 嗯 腿受伤了 不对 过春节 给大伙拜年 别想得太远了 其实蛮简单的 嘿 狐狸不就是狡猾吗 来书回答 yes 狐狸就是狡猾啊 哈哈 大家一边猜谜一边吃饭 我本以为他们只顾玩乐 吃不了多快 没想到速度还是那么的惊人 有几个都添了好几碗饭了 我却连一碗饭也半天干不完 特别是碗里的辣椒 颜色倒是挺鲜艳的 就是有点半生不熟 吃得我喝须着直上火 不停的有纸巾擦着鼻涕 为了手礼节 我心里时刻堵图住自己 要吃完 必须得吃完 这么多人看着我 剩饭 多不好意思 我低着头 用心的吃 就像吃药那样 使劲的往喉咙里硬塞 偶尔还抬起头来 不好意思的傻笑两声 胖子刘志又说 我给大家出道谜题 你们谁知道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不就是为情儿死 没饭吃 饿死的吧 天天作诗 被蚊子给憋死的 刘志摇头 表示回答都错误 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我 我曾经见过这道谜语 便用很低的声音说 摔死的呗 为什么 天上掉下的妹妹 回答正确 赏你一瓢红烧辣椒 刘志说完 就用勺子在菜盆里面使劲一搅 将一大勺辣椒盖到我的饭里 害得我又一次发愁 叶秀蓉拍了拍我的背 眼神变得怪怪的 其实我心里明白 她不就是想暗示我 什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才不傻呢 我再给大家出个谜语吧 一位名叫刘元的大姐 摇了摇手里的筷子说道 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 会变成什么 还不是胖子 西红柿 肉饼 不对 都不对 谁知道的 哼 不就是想打击我吗 刘志假装不高兴 叶秀蓉 半起龟脸 一个字 一个字的回答道 死胖子 回答正确 刘元姐 舀上半勺土豆丝 盖到了叶秀蓉的碗里 就这样 大家边吃饭边出谜语 就跟过节似的气氛不是一般的活跃 我本来就有点上火 加上那几条辣椒的刺激 嘴里都快要喷出火焰来了 两眼也变得通红 饭后 我洗了把脸 让自己清醒了一番 接着 就在小莲的带领下出了门 于强和叶秀蓉紧随其后 小莲错到我耳边 悄悄地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于强可是秀蓉姐的男朋友 所以他们才显得那么亲密 不过 他们人都挺好的 就是有时候说话太直接了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哦 我才没那么小气呢 嗯 庆庆真乖 我听吧 又浑身汗毛竖起 心想 都这么大的人了 虽说阅历不如人家丰富 但也不是那种三岁小孩 这种叫法实在让人忐忑 不过 感觉起来 好像还挺幸福的 前面有个广场 广场边上 有个大超市 在我们经过超市的时候 小莲对我说 你需要什么生活用品的 可以就在这买 该带的 我都带了 到时候还差些什么 再去买也不迟 反正这地方也待不长 我很淡然地说道 小莲皱了皱眉头 也没有再问下去了 透过她的表情 我微微发现 她似乎还隐瞒着什么 当然 我也只是揣摩了一下 很快 也就忘了 虞强告诉我 说广场那边有个人妖 想去看人妖 问我想不想去 我也觉得蛮新奇的 于是就和小莲跟了上去 庆强 快看 那人就是人妖 小莲伸手指着前方 顺着小莲的提示 我向着人群望去 半天也没看到 传说中的人妖 我慢慢地靠近 终于看到一个高挑的女士 等她转过身来的时候 我便傻了眼 天哪 完全就是那个什么 飞机场啊 小腿骑马 有我两个粗 却又穿着长长的丝袜 还踏着高跟鞋 动作也是阴阳怪气的 实在让人捏了一把汗 人妖所处的位置 是个化妆品专卖店 店老板为了吸引顾客 才把人妖请过来营造气氛 听小莲讲 人妖八点钟开始表演节目 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决定到广场上 转扭一阵子 消磨一下时间 广场中心 有一座人物原雕 我们走过去瞧了瞧 于墙解释的 此人名叫张含辉 是位出色民族音乐家 写过不少的战争歌曲 人们为了纪念他 就在这里给他数杯立雕 并扩建成了现在的张含辉广场 我随便参观了一下 便坐到棚子里休息去了 太阳渐渐落山 在接近八点钟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人妖所在的地方 此时 店员已将电脑和音箱抬了出来 活动即将开始 人妖也即将登台演绎 很多人都络绎不绝地赶来 脸上充满着期待 庆庆啊 你最爱听什么歌 小莲突然问我 我细细思索了一阵 皱着眉头说道 没事就随便听听 什么歌都无所谓了 怎么你突然问我这个 小莲笑了笑 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见他平静走到柜台前 跟着店员聊了几句 顺便把胯包扔给我 叫我帮他拿着 你准备干什么去啊 我疑惑地问道 小莲满脸微笑地说 我要为你唱首歌 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便握起话筒 当着数百人唱起了歌 是我爱死了昨天 誓言割碎你的脸 一切都回不到那些 从前美好的画面 是我爱死了昨天 看你虚伪地吊咽 才知道我离你有多远 和我死去的爱说再见 睁开眼却看不见 谁在我身边 撕开痛苦慢慢发现 你已经走远 哭和笑都有极限 没有了危险 泪长多了反而很甜 死心比欺骗更减 听完小莲的歌 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异常复杂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何自己很少听歌 因为很多东西 我都没能经历过 没经历过 也就没有体会 当然 也就很难产生共振 缺少那种私意与钟爱 而现在呢 发现自己居然能听得这么入迷 我可以肯定地说 在我所听过的音乐中 唯有这首 我认真听过 也唯有这词 我认真听过 小莲唱得极好 声音非常的甜美 我曾经以为 她只是个舞蹈老师 没想到 她的歌声 也会这么动听 观众们 惊天动地地掌声 小莲如同突然降临的明星 给全场增添了别样的气氛 何况 小莲还告诉我 这是专门 为我而唱的 叫我如何 不为之感动呢 至于歌的内容 听起来 似乎有些酸楚了 是啊 她是有故事的人啊 像她这样 气质出众的女子 怎么能没有故事呢 至于她的情感经历 也曾经向我有过一些透露 那个时候 我只把她当作好朋友 并没有去询问的太多 我觉得 这是她的自由 而现在 当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 她却如此投入地唱起了昨天 那种说复杂的感受 实在是难以启齿 小莲唱完了歌 又迅速地跑到柜台去买蛋糕 还很热情地给我送来一块 此时此刻 我感觉 她似乎离我很近 又似乎很远 见我沉默不语 她便很关切地问道 庆庆 你怎么了 我的歌唱得不好吗 要不 我再给你唱一首吧 我摇头 边摇头 边竖起大拇指 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唱得非常好 而且都唱出了感情 我 我觉得 我跟着你有压力 很大的压力 不会呀 我又不比你高 哪来那么大的压力呀 你才冒双全 又胆是过人 而我 只是个穷书生 什么都不会 跟着你走 我真感觉有压力 你可以去当歌唱家了 绝对可以 是吗 我准备去近期超级女生呢 你很有实力 可你为什么不去呢 我可不想就这么去了 等我将来赚钱了 有物质保障了 再风风光光地展现自己 那样才精彩吗 真的吗 不过 我可没什么能耐 到时候 你若发达了 还会记得我吗 你这是什么话 如果我不看中你 我们还会这么面对面地站着说话吗 正因为我看得上你 所以才把你叫过来 你不是挺能写的呢 到时候 还得请你给我做做文章呢 好 一言为定 若到了那个时候 我肯定会笑 全马之劳的 我们聊着聊着 人妖终于也唱起了歌 人妖的歌声 也很不错 应该说 很有艺术家的气质 而且 是很标准的女声 可是 谁又想象得出 此人本质上 却是个男的 而在听众的心里 不由地产生了 种种的复杂情绪 回到宿舍 我准备先去洗个凉水澡 可还没等我开口 小莲就把热水给我打好了 提到了洗手间 并对我说 清晓 你去洗个澡吧 洗了个澡 好睡觉 我怕小莲太过热情 匆匆洗完澡之后 硬是把藏着汗味的衣服 给穿上了 晚上 大家把被子和褥子 垫在塌塌米上 七八个男士挤成一排 聊起了家常 还对我问这问那的 特别是来叔 可谓面面俱到 问我学习 问我生活 还问小莲给我的印象 我大概是因为太困了 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很多想法都被抖了出来 聊着聊着 我便咪咪乎乎的睡着了 进入了梦乡 几只蚊子在周围转悠 却再没吵醒我 天还蒙蒙亮 我便从睡眠中醒来 自发地回忆着梦里的情景 让我无比惊讶的是 梦境居然全让小莲的形象 给填满了 我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那根 充满着幻想的神经 已经被深深地触动了 外面还很安静 隐隐约约 听得见车辆驶过的声音 我慢慢地离开卧室 走出大厅 去往洗手间 在我经过厨房门口的时候 一位男士正在里面洗菜 走啊 我顺势打了个招呼 走 那位兄弟回礼 此人名叫王表 也就是我最先见到的 那个神秘男士 据说宿舍里做饭最好吃的 大家都叫他王大厨 不过大厨的性格有点奇怪 从来不像别人那样打闹 他戴着一副陈旧的眼镜 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让人有点怕怕的 从洗手间出来 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景象 不由得又疑惑升起 首先 就是这两间狭窄的小卧房 为何住着这么多人 而这些摆放在大厅外面的 拖鞋与毛巾 居然也都叠得整整齐齐 记得昨天上完洗手间之后 我还纳闷着找不着冲洗的按钮 后来才搞清楚 要用外面那个臭大缸里的水去冲洗 凡是洗过脸 泡过脚 搓过衣服的脏水 都得倒进那口大缸 里面的脏水便是冲洗马桶的专用 如此节约的态度 恐怕跟农村老婆婆都有的比了 让我不解的是 他们到底是过于贫困 还是在刻意吃苦呢 这里面的人群 咋就如此的古怪呢 慢慢的 大家都络绎不绝地挤床 大厅里热闹了起来 走啊 走 走啊 太阳渐渐升起 小莲也从女寝室里走了出来 她那乌黑的发丝 婀娜的身姿 白皙的皮肤 迷人的笑颜 瞬间走进了我的心底 一眼望去 整个人就如同阳光下 正在融化的春雪 让我沉醉不已 小莲朝我走近 嘟囔着嘴说 庆庆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天亮了 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说呀 你以后可别起这么早了 你要是起来得太早了 我会睡不着的 不会吧 我可是悄悄起来的 怎么会让你睡不着呢 反正你起来了 我就睡不着 这叫心灵感应 她用近乎挑逗的声音说着 然后便问道 你相信心灵感应吗 我低头不语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小莲笑了笑 在我的肩膀上拍了几下 也就蹦蹦跳跳的走开了 我陶醉了一阵子之后 心里面又嘀咕起来 她为何突然变得对我这么热情呢 以前在网络里 即使我们如同知己 但也没有经过任何暧昧的话 这种转变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当然 作为一个男人 我倒是乐意 她一直这个样子 小莲洗漱完毕 进卧室 简单地化了一下妆 便叫上于强和叶秀蓉 带着我去吃早餐 楼下有个卖早点的 我们坐在凳子上面 一边吃着油条 一边谈笑打闹 大概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内向 所以讲话的是他们 而我总是静静地听着 小莲也没怎么说话 倒是于强和叶秀蓉 两个一唱一和的 突然间 叶秀蓉问我 小谢啊 你觉得小莲对你怎么样 很好啊 仅仅很好吗 非常非常好 还有呢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没再回答 见我不吭声了 叶秀蓉便转移了注意力 把手搭在于强间上说道 喂 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于强夹着油条 在唐江里站了几下 说道 曾经 有个人去买鹦鹉 他到鹦鹉店时 看见一只笼子上贴着标签 上面写着 此鹦鹉汇两门语言 售价二百元 另一个笼子前写着 此鹦鹉会四门语言 售价四百元 两只鹦鹉 毛色都很鲜艳 这人拿不定主意 就接着往下转 突然 他发现一只老太笼中的鹦鹉 那鹦鹉毛色暗淡 散乱 居然标价八百元 这人赶紧把老板叫来问道 这只鹦鹉不会讲八门语言吧 老板回答 不 顾客就奇怪了 这鹦鹉又老又丑 又没能耐 怎么值这个数呢 说到这儿 鱼强故意停顿片刻 帅哥撂女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这老鹦鹉应该不会是化过妆吧 叶秀荣回答 鱼强笑了笑说道 因为啊 另外两只都叫他老板 挺逗的 叶秀荣放声笑道 接着又对我说 小鲜 你也来讲个故事 让大家笑笑吧 我脑子里的东西本来就不多 口头表达能力也实在是太差 正准备说下去的 却又感觉有些困难 只好尴尬的笑了笑 继续吃着东西 小莲吃东西很快 两下子就吃完了 然后便跑去结账 并骄傲的说 我说你们两个大男人啊 还有这位漂亮的小姐 吃东西怎么就这么慢啊 不慢啊 我可是加速吃的 只是你吃的太快了 我跟不上啊 我便解道 哦 是吧 可能是我吃的太快了 这样吧 为了让食物快点消化 我们再去走走吧 在小莲的提议下 大家擦了擦嘴角 便笑嘻嘻地离开了 这是一天中最为繁华的时刻 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车辆 特别是那些电动车 就像赶场似的随意穿行着 如果不是小莲紧紧地拉着我 我估计就被后面的单车给撞上了 骑车的是个年轻人 玩命似的在人行道上狂奔 青青啊 北方可不比你们那儿 这里都是人让车 很少会有车让人的 你可要当心点 刚才多危险呀 吓死我了 小莲边说 边又拍了拍我的衣服 表情十分严肃 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含蓄地笑了几声 不知为什么 小莲突然加快了脚步 走上前跟叶秀蓉聊起了天 接着 于墙放慢了脚步 跟我走到一块 并问道 小谢 你和小莲是怎么认识的呀 网恋呗 都认识两三年了 哇 认识这么久了 以前见过面吗 我们一直在网上聊天 或者通过电话联系 没见过本人 这么说 你还蛮信任小莲的 那是当然 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单纯 随随便便就跑来了呀 真的 过来并不奇怪 关键是 来得太突然了 此话怎讲啊 我 我不小心答应了 答应后 就要遵守承诺呗 小谢呀 你还挺给人家面子的 小莲是个好姑娘 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我知道 于强想说什么 为了不至于太过尴尬 我只好低着头 当作没听见 对于明天 我充满着期待 可始终让我疑惑的是 像小莲这样有气质的姑娘 为何会孤身来到北京 特别是这里的环境 以她的个性 早就应该跑得远远的 却为何这般的冷静 更离谱的是 她居然会一下子对我这么好 而且还隐隐的有些暧昧 亲家 我们回宿舍去吧 小莲打断了我的沉思 在小莲的建议下 我们又是说说笑笑 不知道从哪个方向 哪个角落 东转西转 回到了宿舍 屋子里很热 大家各有各的姿态 打牌的 下棋的 看书的 坐着玩手机的 没事闲着发呆的 厨房里还有做饭的 这一阵是 真叫气派 我本想打电话给家里 却发现 手机早已停机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我打算借用一下 小莲的手机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她居然婉言拒绝道 不要现在给家里打 等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 再打也不迟 我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心里非常的不安 就在这个时候 小莲的手机响了 我偷偷地看了一下号码 正是我家里打来的 小莲无奈地把手机递给我 并嘱咐道 庆庆 你可以接 但我要告诉你 千万别讲太多 我点了点头 急急忙忙地接起了电话 我是庆庆 我现在很好 庆庆呀 你听清楚点 我跟你讲 不要觉得别人对你好 你就不再防备了 千万要留点心眼 外面的骗子多得很 你的手机怎么停机了 现在还在定州吗 是的 我还在定州 你住的哪儿啊 我告诉你 不要到宾馆去 我们这里就有个人 被骗去宾馆 然后遭到绑架 家里拿出一万块钱 才取出来 我不想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没有 我住在小莲的表哥那儿 真是他表哥吗 他表哥有多大 是哪里人 外面都是骗死人的 亲戚也有人冒充的 我问你 你们几个人住的 外面租的房子 大概十多个人吧 住的都是南方人 湖北和湖南的 大家都很关心我 他表哥的身份证 我也看过 跟小莲确实是同一个地方的 什么 还十多个人 你搞清楚他们是做什么的没有 有些骗子身份证都是假的 你确信是他表哥吗 他们经常用家乡话聊天 腔调都完全一样的 应该是一个地方的 反正这里我也待不长 没必要弄得那么清楚 从周围的环境来看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干正经事的 不像是什么坏人 不要太天真了 很多人都会伪装的 你就这么相信他们吗 到时候他们如果把你关起来了 你想逃也逃不掉的 嗯 就算不相信他们 小莲总应该值得相信吧 总之 你们俩都刚出门 不晓得外面的厉害 你仔细看看 看看周围的人 是不是真的在伪装 还有那个小莲 到底有没有被人家控制啊 你们都得当心点啊 好话 我就不想讲太多了 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好的 就这样吧 到时候再联系 早点去北京 不要老在定州闲逛 我挂断电话 长叹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小莲在定州 我还真有些体心吊胆 或许 真的是自己太过天真 太相信小莲 相信周围的朋友 珍惜这份美好 所以 无论自己看出了多少的不合常理 也都懒得去分析了 我回头看看小莲 发现她早已站在我身后 脸色显然有些苍白 你现在刚刚出门 给家里就讲这么多 家里能不担心吗 没事的 家里只想弄清楚事实 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庆庆 不是我说你 你脑子有时候真的太死了 就算你安全了 如果你对家里说的太多 这也回答那也回答 该说的不该说的也说 你家人会怎么想 他们肯定会越想越复杂的 你有理也说不清了 所以 为了你父母着想 为了让他们能够睡个安稳觉 简单点回答 绝对是没错的 我们先在定州 待上一段时间 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 打通打通人脉 然后再去北京好吗 我刚来也不久 发现这里人都挺好的 估计你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最近变化这么大 其实 我也是受他们的感染 所以才变成这样子的 好日子 要懂得去珍惜 苦日子 也要学着承受 这样才会是一个有内涵的人 庆庆这么聪明 不会不明白吧 嗯 我以后不乱打电话 对吗 庆庆真乖 天哪 又是这句夸赞 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见我和小莲闲着没事做 莱叔又把我们请去打牌 还笑嘻嘻的对我说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像个小孩子被管着 到时候 要是找了媳妇 别说 还要父母帮着娶回来 莱叔的话 一直都很幽默 大家听后 都笑得弯腰捧腹 只有我 尴尬得要死 打牌打牌 专心打牌 于强又吆喝起来 今天换了一种规则 两副牌混在一起 由六个人打 我对这种打法很生疏 于是小莲便坐在我身旁 手把手的交着我 相互间还产生着轻微的碰撞 在他眼里 这或许再正常不过了 而我却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总有些心不在焉 老是出错牌 我们刚玩上一会儿 刘元姐便嚷道 吃饭咯 吃了 好去工作 吃饭的时候 还是那样 小莲按照昨天的步骤 地水 盛饭 夹菜 然后坐在我身边 大家一边吃饭 一边讲故事 猜谜语 甚至做游戏 没一个止境 我吃着吃着 小莲的表哥突然对我说 小谢啊 我问你个问题 打个比方 如果你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朋友不幸得了癌症 医生把这消息告诉了他的父母 你觉得他父母应该把真相讲给他吗 谁的父母这么傻呀 这不是给孩子雪上加霜吗 很好 你是个很有心悸的人 听说你和小莲准备去北京做生意 不是我吓唬你 生意厂商的事可复杂着呢 谁也不可能像我们这么坦诚 你要是不做点准备 就这么去碰壁的话 很可能会吃大亏的 我嗡了一声 低着头吃自己的饭 我除了迎合人家 心里又不得不产生些疑惑 小莲的表哥为什么对我说这些 怎么听起来总感觉怪怪的 大家都这么热情 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真的就这么纯洁无邪吗 罢了 反正有美女陪伴 怎么着 我也不算吃亏 估计又是自己想的太多了吧